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還在裝紳士呢? 找個藉口騙女子 上去你的島那裡 去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吧 你說這種話, 我可以告你匪婆 你明明是強尼來怨這種事 李宗盛有頭有臉 怎麼會做出這麼行 有頭有臉又怎麼樣? 你這種賤格行為 連你的手下也看不過眼 我親耳聽到的 你的寶貝跟飛機師說 你這種行為已經不止一次了 只有多少女子 中過你的招 阿舅, 有沒有說過這種話? 聶先生, 我…我沒這麼說過 他沒這麼說過 世先生, 如果要和你們石錦檔合作 要受這種侮辱的話 算了, 我們不用再談 聶先生, 我看人誤會來 聶先生 走吧 要不然告你拐大 你不是真狗吹傷了? 我說你瘋上腦就真 為了傾生意連自己的宅女 差點被人用了都不知道 瘋得醒, 走 我可兒不會跟你走 就一手撥開大臉 奶叔, 我個人來說 真的覺得你真聰明 他的一分鐘英雄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真的不用怕他 現在不是說怕不怕的問題 我不明白你為何要這麼衝動 我一去那間餐廳 經理就說 你把文件放下給我 就趕快走去 為何你先不打電話給我? 打給你? 就讓你用行政智慧搞定他 阿森 行政智慧不是讓人用的 就算你這次能阻止 他一人不揭開他的禽獸真面目 難保他再對可兒下手 那倒是 難道明Sir直接跟石董事長說 你不要為了賺錢 就跟我禽獸做拍檔 不行 這件事是我聽到的 我罵他是天公地道 與你無關, 不用你難做 我現在有好意做嗎? 奇怪 這件事是當著你們那位 石董事長面前發生的 為何到現在他都不反應 對呀, 他沒有反應 我們就當沒事發生過 我這樣查獲他的大生意距 就算了嗎? 我跟他姓石, 他不發聲 這豈不是中毒 難道他想姐主動大義滅親? 那就是為了姐姐 這些辦公室政治 留在辦公室上翻 我煮了糖水, 大家給我吃光 好, 口淡淡, 有什麼糖水? 番薯糖水, 夠薑, 適合你 大叔 這次你英雄救美在那個周美… 不, 在那個可兒面前都加分 你別說我因為可兒才這麼做 是我自己誤會她是我女神 我早就知道她對我沒有感覺 那我就平甘收兵 等沒事發生過 很酸 什麼? 我說點慘 我有自知之明 但是丈夫何患無妻 我還是做任何男人應該做的事 你不是衣冠禽獸? 我見一個打一個 大叔, 我撐你 大叔, 你是不是要搞到我去警局 保你才得安樂? 那倒不是 如果他敢搞你 就算我坐牢也照樣打他 你這句話說遲了三十年 什麼?你現在也不失禮了 我怎麼突然進去廁所 我…有些事 我又不知道可以跟誰說 我很害怕 有什麼事不可以在外面說 外面只有阿龍、德、寶叔 和大雄而已 是關於公司的男同事嗎 是的 但是我又不敢跟明姑娘 或者鄭小姐說 好的 你不用怕 究竟是誰 是Ming Sir Ming Sir騷擾你 你想到哪裡 什麼?你跟男同事有關 不是, 是Ming Sir一早就叫我 幫他打兩封一息兩份的英文信 一封就交到錫錦當總部 給錫董事長 另外那封一個小時後交給明姑娘 是辭職信 什麼要辭職?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Ming Sir要辭職 我只是對才知道 不過這麼多不少我也猜到一點 其實他之前拆穿了大聶的真面目 我想親自多謝他 不過我… 不過因為之前周美美那件事 你跟他救得不容易的開心 所以你又不知道怎麼開口 對嗎? 總之他這次辭職 我覺得太衝動了 以我對Ming Sir的了解 無論他昨天去救你也好 今天打這封辭職信也好 他也不是一時衝動 為什麼你這麼說? 因為這次這件事 換轉了是我、阿敏 甚至是一個清潔阿嬸 總之龍福上上下下 隨便一個女同事被人欺負 他也會第一時間幫他出頭 真的? 你別看他平時的人 這麼婆媽、囉嗦、多事 在這些事的底下 他其實是一個肯承擔 很肯為朋友 又很關心同事的真漢子 很難想像你說的 和我想的是同一個人 和喬姐 我也沒有人比我更加有資格 說這句話 這段日子 要不然他一直在我身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叫 你的意思是我們一直不解除他? 你別看他的嘴唇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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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不懂得怎麼表達自己 那又或者我先入圍住了 我覺得他這次遞辭職 是不想明姑娘硬做的 你別看他平時很喜歡認聰明 到他真的聰明的時候 他就不好意思去跟別人說 聽你這麼說 如果真的為了這件事辭職 我會很不安心 那你放心 通常在這種情形之下 明姑娘不知為何 會很神奇地截了一封辭職信 然後又不知在哪裡 變把上方寶劍出來救人 反而是你 明叔真是一個好男人 嘗試去了解他多一點 你會發現他很多可愛的地方 我希望的 你好,Mr.Shed Office 你好,Gabby,我是明姑娘 明姑娘,你想找石山嗎? 她正在開會 知道會開到幾點嗎? 我也不太清楚 不過她這個會排到她飯前 所以我想也有時間開 那你知不知道她午餐 會不會去明人飯堂那邊吃飯? 多數是 那行了,你不需要告訴她 我打個電話來找她 好,沒問題 再見 明小姐,你多少位?我幫你找桌子 不用…對了 石山是不是過來這裡吃飯? 是,石山好像來了 我自己找她 好,再見 謝謝 姐姐,你有什麼公司? 我出來了 我有點擔心拉叔這件事 你今早回去,你有沒有什麼動靜? 大霸還沒出手 傻的拉叔就做了點事 姐姐 怎麼樣? 我沒有,我打算如果拉叔轉工 我還是在天公這裡請不請人 我想不用了 那個傻的拉叔 這次應該可以大埔南哥 是嗎?你有什麼方法處理? 這個問題,我想我也答不到 因為這件事 似乎有人代我處理了 咖啡明過來 謝謝 大伯 阿芯,我想跟你說一下阿強 是不是說拉叔昨天跟大聶那件事? 那天他跟那個大聶有點衝撞 不過我也想你不要再追究了 為什麼? 反正我也覺得跟那個大聶 也不太合談 我也不想跟他合作 畢竟是你拉叔 無謂相和氣,是不是? 拉叔那裡,你放心 我會說一下他的 我會叫他以後不可以這麼衝動 那好吧,有什麼事遲些再說 好…再見 再見 你叫我下來,什麼事? 有些事在寫字樓裡談不太方便 剛才吃飯的時候,我去了明人飯堂 我打算找大伯聊明Sir的事 但我去到看見你坐在這裡 我又不想妨礙你們聊天 所以沒有打招呼就走了 我的確是約了大伯吃飯的 有件事很奇怪,大伯剛打電話來 他說不再追究 明Sir炒了他跟大聶合作的事 這件事我可不可以解讀為 你幫明Sir向大伯求情 這件事因我而起 由我跟大伯說,也很順理成章 可兒,真的謝謝你 其實我不是刻意幫你或任何人 我也是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 有這件事可以看得出大伯真的很疼你 我也相信大伯很疼我 但是穩陣起見 我也掌握了一些很有把握的事 才跟他談的 什麼很有把握的事? 你不記得爸爸把他明下 35%的石錦東股份留給我的嗎? 原來可兒是石錦東股東 可兒是股東又怎麼樣? 他只有35%而已 不是現在下午1%才能說出事 我想可兒一定是這樣跟石董事長說的 可兒… 廢話小說,簡律師 我代表我的客人進步 如果你炒明賴強的話 我的客人會行駛他的旗命 可兒…不要,可兒 那石可兒行駛什麼權利 令黑氣石那麼害怕? 什麼茶掌、收購、動業資金 打官司之類 很多事可以搞不定 這倒是,石錦東集團還有其他股東 包括可兒在內也不多 你也只有石有為一個人說了事 我覺得石有為不會為了 一個會計部主官的去留 搞我這個一人獨大的局面 不是…這個不是石可兒的性格 我認為這件事應該是這樣的 果然你這個臭女兒手指咬出不咬由 既然是明心我們的女人指使 利用她35%的股份來掩蓋我 我都說這個女人不簡單了 這次居然揮雷權術,收買人心 不過看在可兒股份份上 這次就讓她三分,扯著她 我一定想辦法拿股份 到時候明乃強就像這個橙一樣 明Sir,你這個推測 沒辦法又沒場面設計 我覺得純粹為了抹黑石有為夫婦 你何時變成跟她的頻道 我覺得鄭翔說得對 我沒理由為反對而反對 沒自己看法 我不會猜,我可以直接問一姐 來吧 大姐 明居 怎麼這麼齊人? 不用邪口話題 快把你剛才跟可兒說的說話 放出來分享一下 可兒剛才怎麼打救明Sir 是嗎? 我們有問過他,他只是回答我一句 是嗎? 我覺得你沒必要知道 知道 大伯,昨天在公司留下那件事 那個明乃強 恃著有個侄女幫我撐一遍 越來越無法無天 雖然我平時跟她沒甚麼交情 但她這次做了一件很正義的事 如果她為了這件事以受懲罰 我會很不開心 大伯,你不會令我不開心吧 可兒,你是姓石的,我們是自己人 大伯又怎想你不開心 不過我做事一向都是公私分明 我不會為了誰而例外 我知道 所以你一直把公司打理得這麼好 你也知道,讀fine arts 做生意的事完全不懂 昨天選了律師打給我 我跟他說說照舊 把爸爸留給我的35%的股份 繼續交給你和我代理 你這樣做覺得開心的 我沒所謂 這麼辛苦殺你,大伯,那請我請 來吧 拉叔,你在哪裡? 你有詩緣時間 不讓別人知道你在哪裡 我也有 拉叔 我去大頭酒拍照 散心也好 收你的口頭警告而已 我當作吃生菜吧 我左意入右意出,不入心的 還打算你今晚陪你吃飯 不用了,你出去吧 那我打包好些糖水給你 好,再見 明Sir 有話快點說 沒有,看看你在哪裡 打算陪你翻譜不打自己人 照了價值煩惱 你陪我? 不是…是找你陪我才對 那你現在在哪裡? 大頭酒拍月出 拍什麼? 說你也不明白,你先繼續到 回來再談,就這樣 拉叔,我現在在大頭酒拍月出 我沒事,我心情很平靜 我不需要人陪 總之我一拍完,我回家 我做回我平常做的事 吃糖水和煲劇,滿意了嗎? 其實我們也是關心你 我沒事要你的後輩關心 說實話,我也挺有興趣 去大頭酒逛逛 不如… 來到就天黑了,大哥 那你一個人不怕悶嗎? 本來不只一個人 不過看來我還是要開始學 讀書的藝術 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要別人陪 我也說不需要別人陪 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說 好…那我不妨礙你了 再見 震姬,清晨 有誰 不妨礙你嗎? 你還在這裡? 我還以為是周美美 我要正正澄清 我以前和以後都不是周美美 所以這次答應你這個約會 是我不疼可疑 那好吧 我是明賴強 以後想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可以喝嗎? 好 一個人帶兩瓶水 一天八杯水 一個人健康一點 謝謝 大家都有朋友 我有個問題要問你 你是上網的嘛 偶爾也想你和周美美的攝影網 我想知道你的網名究竟是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 不想案件重演嘛 因為人與人之間 我覺得不應該只在這個鏡頭做朋友 事有可疑 我的網名叫做事有可疑 事有可疑 好漂亮 很漂亮 你不是影月出的嗎?快點吧 不然就沒有了 你有相機嗎? 當然有,但先說明 技術沒有辦法這麼好 你說周美美 早安,兩位 早安 這麼早 看來你們倆真的像安安和佳佳 拍照拍得通頂 待會又要上班 我過來做一杯美啡坦坦 是呀,看你的樣子也要咖啡 是呀,快點進去 馬上到 謝謝 怎麼樣?明姑娘 對了,拍照拍得通頂 不,我待會兒回來 我換了衣服 然後再送你回公司 對,不用擔心了,再見 我最初打算只拍月出 但原來夜默的月色又大又圓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拍 拍到天亮了,連日出都拍了 這張雖然有點蒙 但有點感覺 我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 很棒 謝謝 鵬 這杯是我請你喝的 今天我就應該說謝謝 是,我應該說個對不起才對 上次令你在網上被人棄了 你最後也驗了真身 還有,其實我不管其他人的感受 我也有不對 就算是打平 但是你好像還欠了一個人 一個正式的抱歉 好的 謝謝 這杯當然是我的免費咖啡 這杯不是普通咖啡 是九老闆的私人珍藏貌視咖啡 是我以前的身份請你喝的 不知道你會不會接受呢 我的名字有點噁心 但是挺好喝的 不是,這些咖啡豆 真的在山貓吃完之後排洩出來 你說真的嗎? 是 你放心… 經過高溫消毒很安全的 只是成本一百多元的杯子 很貴 所有的東西不可以只看外表 一筆醉二筆,一環鹽也是 喝下去吧 有些東西給你 因為有兩張超市五十元的銀行 你一張,我一張 我? 全靠周美美這麼用心教我 我才可以在全港業餘沙龍攝影大賽 那裡贏了優異獎 那你是不是有份? 但我… 在我改變主意之前 麻煩你收取吧 謝謝 周美美 甚麼事?Gary 不緊張,我不是來找你們晦氣的 我們這期潮魂潮味的主題 是網上的鵝虎藏龍 我是代表潮雜誌社 找你這位網上紅人做個專訪 不過要上鏡見樣,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過我想找我網上網下 都是朋友的朋友一起拍,行不行 當然沒問題了 一起拍 笑… 正在笑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貓是很懂得吃的 專門選山上的咖啡樹 最好的果實來吃 當這些咖啡豆經過它的消化系統 排出體外之後 就成為世界上最貴的咖啡 雖然聽到這種貓屎咖啡的製作過程 是有點匪夷所思 不過只要我們放下成見 你就會發現它絕對是一杯好啡 你屯幕,誰這麼大膽 喝完那些貓屎咖啡 天然越差,天降越點 風波上越見,但若能落天… 電動車可以把八成以上的能源 轉化成動力 能源效益相當高 了解多點,支持多點 一起做個保護環境的地球英雄吧 沈馬泡落,歡心在喝 沾下半杯水的哲學 便會當 若失去缺乳漢代杯 裝水半杯滿萬事半空 我們會選擇 趙ink要用 快裝水半杯 金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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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